我想這屆區議會選舉 我並不覺得是樂觀 當然原因是建制派一直都有機器 那些是貼票 不論打風下雨也好 甚麼政治環境也好 那些都是會出來投票的 所以我們民主派不能夠覺得是過份樂觀 我們只能夠做好自己的工作 而第二件事就是這次的選舉 是一個很好反映我們意見 或者反映民意的方法 若果你是對《送中條例》有意見 若果你是對《無面法》有意見的話 你這次選舉就可以出來表達了 當然你是支持 反對 這個是最方法 最和平的途徑 如果政府或者林鄭 想著我們會取消選舉 甚至押後選舉 連這個這麼和平 這麼理性的方法都取消了的話 我相信會引起更加大的民憤 引起更加多的衝突 因為這個是最基本的選舉權 之前是沒試過的 而你說現在局勢動盪 其實現在局勢這麼多 因為你推了《無面法》 所以才令到這麼多人有反抗 這麼多人有反感 如果你連這個這麼和平 這麼理性的方法都取消了的話 我相信那個動盪 他所說的動盪的情況 是會繼續不會停止 我一定是不同意的 因為這麼多年裡邊香港 都沒試過是取消或者押後選舉 而今次他為什麼這個動機 或者這個想法呢 當然建制派給了很大壓力他 希望他做這件事 明顯建制派見到今次的選情 對於他來說是不樂觀的 李慧琼也有講過 或者建制派也有講過 這場是一個很難打的選舉 可以見到的話 他們覺得都難去爭取 今次的反送中條例來講 令到他們失了很多分 但我們不要太過鬆懈 因為我剛剛都講到 建制派那些是貼票來的 即是打風下雨 風吹雨打 他們都是會來投票的 而他們的系統出來投票的 我們都相信今次中聯辦 一定是會用盡他任何的方法 去估票也好 用同鄉會也好 福建會也好 去估票去動員他們的支持者 出來投票的 但我們不能夠太過樂觀 我們一定要把握每一場選戰 我經常都講今次的選舉 就不是講個人榮辱的問題 不是講我們一個人 兩個人贏輸的問題 而是講我們這麼多日 百多日的抗爭裡面 我們要得到成功的話 這次選舉就要香港人一起贏 這不是個人榮辱的問題 是香港人一起贏這次選舉 我想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很明顯地 林鄭月娥都很擔心 因為這次區議會選舉 雖然你說區議會有沒有實權 有沒有太大的權力 可以否決政府這些東西 可能未必有 是一個資訊架構 但這始終是一個公民參與 一個好方法 一人一票 真是一人一票 也沒有爭選委員 也沒有一些當然議員 一些比較不民主的方法去產生 四百多個區議員全部都是由民主產生 所以這個我相信它是有壓力的 第二件事就是成為一個候選人 是不是很大壓力 當然是 你見到現在前幾個星期 有些候選人 是會被一些無絕面的黑社會去攻擊 去襲擊 甚至就算做了議員都好 你都會見到 可能有機會被警察去告你阻差辦公 當你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當你在保護市民的時候 所以你說現在出來農政 現在出來參選議員 的確是要面對很大風險 但我們民主派的朋友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選舉這個方法 是彰顯到民主的價值 和希望市民能夠反映到意見 我們覺得我們值得 因為我們油尖網區會比較可憐 我可以這樣理解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弱勢 在油尖網區會裡面 十九個現任議員 只有三個民主派 三個非建制 所有都是建制派 所有事情都是他們壟斷了 他們說了就算了 我們希望今次油尖網 都能夠過半 令我們能夠重奪在區議會半數 能夠拿回主導權 希望能夠制衡到建制派 不要讓他們胡作非為 或者任意妄為 我希望你會使用 會不會有的 我們會不會有的